小陈的话还是掏出了时空之影啊 有一说一 其实我觉得TE这边放时空之影 有一种就是 有一股气在嘛 因为小陈这边被搬掉的是什么呢 被搬掉的是割据 而割据这个角色 你不搬我觉得小陈都不一定会拿 他放时空之影不会就是 就是对吧 他上一把被你抓了我不服 就是要跟你干 对不对 就是要弄 但没必要 小陈的时空之影 我觉得小陈的时空之影 捏捏的时空之影 冬雪 再加上起岩 目前看下来这几位的时空之影 真的是非搬必选 不要去对吧 不服 有什么好不服的 你就把它搬了 别让他打了 这个时空之影放出来 小陈抓到机会 喜提一个MVP 别奶了 你就看着吧 这把TE本来打时空之影 说实话 我感觉也不会像MRC这么顶 你还放小陈的时空之影 你还放小陈的时空之影 再被打一个四刷 贴个光头吗 真的呀 不是小陈的时空之影 跟你开玩笑的了 这个杯子质量这么好啊 好了 这边船落地 交互点 压住一刀带走 密码机的话呢 我们来算总量 总量的话 现在是两台 也就是说机导在两台半以内呢 这个局 我觉得小陈输应该是输不了 因为毕竟上一把 佩佩那把三跑呢 其实是更多的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佩佩想要争多嘛 所以说才会 去争取更多的过程当中 给到了一些机会 但这把不一样 这把小陈他保平 就能2比0带走 那不会说是 在过程当中 对吧 我本身保平就可以了 然后我再去额外地去争多 然后导致你抓到机会来多跑 我这个不太现实 再加上心里这个角色 也不太有2-6的可能性 打一刀 先针对吧 先针对吧 淘汰掉心里以后开始控场 开始慢慢的进入 时空之影的一个控场节奏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来算一下机子 现在总量的话 三台机出头二挂 求生者其实得打架了 这个局得打架了 不打架 不保人 一旦进入到三人开门战的残局 即便是三人开门战 我相信以小陈的实力 都是55开 什么叫55开 一半平局一半多抓 现在的话 密码机稍微干扰干扰 勘探员这边过来 这应该是穷者尤且仅有的最后一波机会 这波机会小陈手里有闪现 有一说一这个机会 我也不能说它是机会吧 我只能说这 这有这么一个点 这个点 当时最勘探员的话 其实问题也不大 但小陈这边还求稳 过来想找勘探员的麻烦 好 这边看来叫飞轮 一刀没打撞 磁铁风口 那算了 拜拜 先去挂队友 三台机这边都修 还剩最后40% 穷者外面的话呢 拥兵半血 勘探员半血 拉拉队员这边的话 可以暂时 我觉得就先不管嘛 反正这边淘片把密码机封住了 你短时间那也修不了 去外面看看能不能形成机岛 如果能形成机岛 以机岛为先 因为这个机子 其实不太能封得住的 这边如果去追拉拉队员 去争拉拉队员的刀 反而会给到这边 穷者补状态的时间 起心机的时间 不如现在先看能不能机岛 抱一口没抱到 外面还是得先补状态吧 我看外面在起心机子 这个起心机子 难 因为起心机子你就是半血 半血时空之影 它是有千里之外取上将手机的能力的 对吧 过来附身落地 咔嚓你飞轮也没有 怎么说 这边是先一个桃片干扰一下密码机 小陈这边是真耐心 要我可能刚才那波就传过去了 你玩时空之影 它会有一个这种影就是什么的 就是很想传 附身就想传 传过去就想砍 小陈这边打得非常有耐心 左右拉扯 这样的话封三台机子 磨耐心 兄弟们我说句实在话 小陈这边在想什么 他在想四抓 而且他能不能四抓 我跟大家讲 他的四抓率 现在在我看来高达八成 这个局真的求生者打到后面 已经进入到小陈的节奏了 不过这波是不是船没船好啊 这波 他这个船 佣兵 这波船是为什么 船那个空地啊 有没有观众给我解释一下的 闪现好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兄弟们放心 放心 这边闪现好了 闪现台一个 人挂上 外面全残血 机子机子 该封你机子的封你机子 该打你的打你 再船好 这边落地 有没有机会 没有 用兵护兵跳开了98点腐蚀值 再船回来 这里的话 主要还是守拉拉队员这台机子 主要还是守拉拉队员这台机子 只要把这拉拉队员给带了 一切都好处 拉队员手里面双加速加飞轮 先拉开 不着急 为什么不着急 你要知道这把穷生者大家注意到没有 第一现在三人残血 第二看待愿没有大心脏 第三拥兵的护币将被消耗完 这一些都是求生者的不稳定因素 大家看过灌篮高手没有 田刚教练曾经讲过 湘北有几个不稳定因素 我现在给大家讲 T1有什么不稳定因素 对不对 是不是没有大心脏 是不是全面残血 傭兵的护币是不是就剩最后一个了 这边形成击倒怎么救人 对不对 特别是拉拉队员这台80%的机子 在附近形成击倒这台机子锁定 怎么打 对不对 这边的话一波 远古 一族本相 完成击倒人挂伤 拉拉队员这边的话 想要抢抢这台机子 先逃遍附身 压住机子 人挂过来 好的 一切都如我所说 对不对 慢慢四抓第一步 因为这个局真的打到四人开门战 这些我说的不稳定因素 它也是实在存在的 大家得认 至于结果如何 我只给大家做出一个我的预测 当然你们也可以预测这个局三跑 对不对 我们来比一比看谁是预测的准了 这里的话拉拉队员这边的一个附身CD也还没有好 小城这边的话等着 反正这看探员飞龙上台还要再附身一波 机子又被压住 直接传过来 打 哎呀 这波看探员 待会是个挂飞 传回去 手里因为你有闪现 手里你有闪现 他甚至还要把魂招回来来封这边的机子 他这波魂招回来以后呢 谁去碰这个机子 因为他刚才附身的是附身谁 附身的是那个拉拉队员 所以说其他人的附身CD还有 这边再传落地 找到看探员 这就是一个控场型监管 还行 没事 控场型监管者打得时空之影 对比上把配配 说实话在操作成品上来讲 我觉得两个人操作都不错 但是就就是思路 你就追击型监管者 他只需要 他是单核 他只需要针对一个点就可以了 而这些控场型监管者 他是多核 他脑子里面 那么场上面 800件事情在算着呢 是不是买 傭兵 这边跳开 要不回头来强行点 这个门87的门 不过已经可以攻险MAC了 这个局 小陈这边三抓 其实是铁定有的 但是他并不满足于这个三抓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什么呢 他如何在这个残局通过封两边门 去来打一个四抓 这里的话是 一丝人灵魂去守一边门 本体这边压住一边门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拉拉队员绕到这边来点门了 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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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天 那这样的话 傭兵好像也能走啊 这傭兵能来得住吗 四抓嘛是有机会的呀 只是对吧 这没想到这拉拉队员这波 釜底抽新抽的好呀